都做教师了 对 在做教师 就教跟学的相关吧 行 挺好的 今儿来干嘛 想结婚 想结婚去婚姻登记处 跑我们这儿来干嘛 不是 就是我觉得 我都求过婚了 现在老是不跟我结婚 就是我在2017年 我那毕业那年 我跟他求婚了 他答应了当时 求过吗 求过 答应了吗 答应了 答应就嫁呗 我觉得求婚是求婚 结婚是结婚 两码事儿啊 你咋求的婚啊 你看大屏幕吧 我把视频带过来了 我还有视频的啊 对 好 这些谁准备好了 我想问你 嫁给他 嫁给他 看着什么 你 嫁给他 愿意吗 我愿意 这我怎么觉得像学校 那个话剧社搞的话剧 不像求婚啊 这个我得给各位老师 解释一下这个事 就是当时嘛 我们学校也是在 做一个毕业晚会 你看 当时是在晚会现场 然后所有人都知道 这个事 只有他不知道 然后就求婚 本来观众也就可能 一两百人嘛 听到我要求婚的消息之后 一传十十万百 来了三四百号人 把整个剧场做满了 我觉得当时求婚很成功呀 我也感动得语无伦次 他也感动稀里哗啦 我愿意 老师也听到了 他就不跟我结婚 姑娘为什么不能跟你结婚啊 为啥呀 我觉得我现在还小啊 你看 2017年 不是求婚是求婚 结婚是结婚 这是两码事 两码事 一八年的过去啊 已经一九年了 你还不跟我结婚 不是 你答应我 是不是得跟我结婚啊 他干啥呢 把我当时 送那个戒指给丢了 啥戒指 就是我当时求婚 送那个戒指 丢了 丢哪儿了 我不知道 丢哪儿都不知道 我要是知道我丢哪儿 我肯定会去 把他找回来的呀 主持人是这样的 让我咋发现的 我给他送了一个细的 他倒好 买个宽的 圆的 不一样啊 但那对我来说 意义是一样 我虽然没买到 一模一样的 但对我来说 是意义是一样的呀 他每次说这事 强词夺理呢 行了 人没丢就行了吧 开队 对啊 干吗 在乎一个戒指呢 就是他不跟我结婚 这事让我很多长 是是是 你真的不想结婚啊 对啊 因为我觉得 这个结婚事 对我很重要 好 他不跟我结婚就算了 你说咱俩不结婚 他真的去我家 当成自己家一样的 两个人就没结婚 干了结婚的事 我俩下班以后 六点多回到家 我一不会做饭 他呢 也懒 他干啥呢 带着我去我爸妈家 真的深刻 咱俩工作也挺忙 又没时间买菜 又没时间做饭 去你爸妈家 吃点饭早了 我俩没结婚啊 我妈一直在催这个事 那谈个恋爱 也不让人去家吃饭呢 就因为 他这么小气 谁还要嫁给你 他跟着去我家吃饭 又不是说 一周去一次两次 一周七天 可能去个五天半 那你爸爸 不会特高兴吗 对啊 我妈妈就 我问了你赶紧挺好的 赶紧把这个婚事给办办吧 对对对 后面我妈就忍不住了 他说你咋咋回事 他说我亲自问问 我这个未来的儿媳妇 问他 他个咋说 我觉得现在很甜蜜 我觉得这种甜蜜 不想被打破 我不想走进婚姻的坟墓 我妈当时气得 就直接去房间了 这本来就是我的真实想法 我还不能说说 我自己的真实想法了吗 不不不 姑娘你也太嘚瑟了 什么就是坟墓啊 没有 我觉得现在谈恋爱挺好的 就不结婚 反正怎么谈着 没说不结婚 没说现在也结 他太急了 不是我急 就是这种事情 你看吧 刚刚我妈那个事 刚刚没过多久 还一件事 她还真没让我妈听到 我妈听到咱俩就崩了 她后面 你妈听到为啥 你俩崩了呢 因为她就说 我29岁之前不生孩子 我觉得我是接受不来 这个事 我觉得我现在还是个小孩 你现在让我生个小孩 我自己都照顾不了 我还照顾她去 你就拿这个事来压我 我在家更说不过她 她也知道我 为什么这么着急 其实 为什么这么着急 我结婚不是为了我 而是为了我奶奶 因为我奶奶 现在已经80岁了 我想着在她能够 有生之年 见到我结婚 然后抱抱我的孩子 怎么了 跟你伤了一年 那你结婚是为了 你奶奶结婚 那我呢 我也要为你奶奶结婚吗 我这辈子只想 为我自然结婚 不是 能不能理解一下 我为什么结婚 那你能不能理解一下 我呀 不不不不不 不成啊 有首歌不是你们都会唱吗 叫爱需要勇气 对吧 爱真的只需要勇气吗 爱更需要能力 那种求婚有什么意义 所有的求婚 如果是在内心 做出了很多的纠结 前思后想 想了责任 也想了生活的本身之后 才下定决心 我要娶你 那种求婚才有意义 现在的求婚有什么意义 脑袋一热 买树鲜花 拉个一拉罐盖子 就马上直接可以求婚 这求婚这两个字 和我爱你这三个字 连脑子都不带想的 就可以蹦出来 我问你们 你们有爱的能力吗 有给对方幸福的能力吗 连吃个饭都要去蹭饭 你们还在一起过日子呢 所以你说你们这种求婚 是不是做做样子 行事主义 而且女生 你也没什么好优越感 在大学生活当中 有些男生追你这我信 但真正的进入职场之后 你未必会有那么多的簇拥者 你要是不想结 请你不要接受别人的戒指 接受了也别弄丢了 你不想结 你结别人的戒指 你不尊重别人 也不尊重自己 你把别人的戒指都弄丢了 跟别人的母亲动不动说 爱情是坟墓 你也有很多问题啊 所以我认为 你们还是各自找好工作 先在社会上闯当了一年半载 再说吧 就这样 这就要哭了 这人生还没摔过跤呢 这算人生第一跤吧 算吧 行 因为听了几位老师说的话以后 觉得很有道理吧 就是可能 真的没有这样去静下心 想过这些事 行那我就不多说了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 那几天和古发红堂 真情六十点 我觉得有时候 把爱捆绑得太过于牵强 我觉得我不应该受我家里的影响 我觉得我还是爱你的 我发我内心来说 我有很多问题 我不能说老师听着我爸妈怎么样 我家里我奶奶怎么样 可能我太小气了吧 也可能我太自私了 不会改的 我觉得几位老师说的都很对 我们两个太幼稚了 还需要成长 真的太幼稚了 请亮灯吧 不是你幼稚你哭什么呀 二十三岁幼稚很正常啊 生活不就得摔过来的吗 所以我说你们今天算是第一次摔嘛 女生是感觉到那摔得还挺 男生还浑然不觉呢 也很正常 二郎郎岁的人也就这样了 还是那句话 有则改之 无则加勉 是不是 挺好的吧 现在请我们的嘉宾朋友 一起打开爱的记忆箱 来 请开箱 去吧 拿一下这个记忆开始什么 女生你给男生的是什么呀 是一枚硬币 就是我们两个最甜蜜的那会儿 然后这个硬币就相当于是我们两个的裁判官 就是我们两个有什么意见不合 就是靠硬币来 正面是我 反面是他 我是想和这个人置一辈子硬币的 你那是什么呀 一个融化了冰淇淋的包装盒 因为在18年6月份的时候 我工作是重创吧 出了很大的一个危机 那个时候我感觉天 它都是黑色的 无数次想过要了结自己 当时他也给我打个电话问我在哪 我没有告诉他 当时他围了我们学校 找了一个多小时 拿了一个融化了冰淇淋 找到我说 有我呢 我当时听到这句话 我感觉天空慢慢都有颜色了 谢谢你们的分享 两位请回吧 来 请关门 古方鲜红糖 现熬更新鲜 感谢我们的首席战略合作商 古方红糖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看看这对年轻人的选择 请开门 家中文字幕提供 希望能够认识 如果我们能够认识 我们可以点击 我们的首席战略合作商 如果我们能够认识 里面的首席战略合作商 里面的首席战略合作商